大家好 欢迎来到Highlight名人堂 巴黎的决赛之夜 Curry再一次让众生晚安 可能没多少人会想到 从分组赛开始所向披靡的孟十六 最后两场淘汰赛会打得如此艰难 半决赛面对塞尔维亚 他们直到最后一刻才上演17分的大逆转 决赛对阵东道主 他们同样和对手相持到了最后一刻 在队内年轻人哑火的情况下 36岁的老将被外界调侃不适应FIFA体系的Curry 在美国南篮最需要他的时刻站了出来 挽狂蓝鱼祭岛 扶大厦之江青 两场比赛17季参分渐渐穿新 他拒绝让塞尔维亚和法国上演7季 更完成了自我救赎 Baron Davis和Dennis Smith接连感叹 Curry就是历史最佳空尾 两场注定会载入奥运会史册的比赛 Curry用一己之力让巴黎迎来了最终的高潮 同时也让所有的质疑者在此刻闭上了眼睛 就像他赛后所说的那样 我度过了人生最美好的时光 这样的机会不会再有 这大概率就是Curry国家队生涯的最后一舞了 他用完美的表现为自己赢得了独缺的奥运会冠军 正如29胜零负的国家队战绩一样 他为这一切画上了完美的句号 那么Curry在此前究竟遭遇了怎样的困境呢 他又是怎样在低谷中迎来爆发 在三老退去之后 美国男篮梦之队又该何去何从呢 今天让我们聊聊彻底征服Fever赛场的Curry 这个夏天对于Curry来说 就像是一个新人证明自己的过程 在经历了上届世界杯的失利之后 美国男篮再次组成了复仇者联盟的最强班底 除了KD的回归 Curry和LeBron也在多年之后再次为国征战 无场热身赛 Curry场均得到12.4分 表现算不上稳定 尤其是收官阶段面对南苏丹和德国 他的三分球总计16投4中 命中率25.0% 孟16最终都是以险胜收场 不难看出 Curry虽然身经百战 但仍然需要时间适应Fever的进攻体系 以及全新阵容的磨合 即便如此 在Fever官方公布的首期MVP榜单上 Curry仍然高居第四 排在他身前的分别是LeBron 约老师和SGA 换句话说 所有人都相信Curry迟早会迎来爆发的 随后的三场分组赛 孟16接连大比分战胜对手 在队友多点开花的情况下 Curry减少了开火拳 场均仅出手8.3次 但效率并不理想 投篮命中率32.0% 三分命中率只有26.3% 在之前的影片中 其实我们提过 MV的和首发的兼容性 以及LeBron的持球打法 导致Curry必须适应更多的无球角色 因此Curry看上去更像是一个纯粹的射手 存在感较低 就像是刚出道的高顺位新秀 所有人都知道他的能力 却总有一种有力使不出的感觉 欧洲媒体更是发文调侃 巴黎的魔法尚未在Curry身上显现 首场淘汰赛对上巴西 Curry似乎没了进攻欲望 全场仅仅出手三次得到了7分 赛后 美媒HOOPS HYPE公布的 影响力高阶数据RAT的排行榜中 Curry排在全队倒数第二 在他身后的是 几乎得不到上场机会的Heddy Burton 作为对比 另外两个老家伙LeBron和KD 则是一如既往的稳定 前者是全队唯一的球场指挥官 后者依旧是最靠谱的单打手 换句话说 Curry始终没能找到 最合适自己的球场定位 即使主帅是最熟悉他的Curry 但在乐观的球迷看来 美国南篮的实力领先过于明显 因此无需Curry发力 随后半决赛对上塞尔维亚南篮 当时第一人约老师 就给他们带来了第一次麻烦 赛前孟十六可谓信心满满 毕竟在双方的前两次交手中 他们都是兵不血刃的大比分取胜 这场比赛自然也不例外 在这种背景下 乐老师用他无与伦比的牵制力 率领塞尔维亚重将 打出了完美的进攻状态 首阶 乐老师六分六助攻 全队用64.7%的投篮命中率 轰下31分 另一边 沉寂许久的Curry突然爆发 单截八投六中 三分七投五中 一人独砍17分 然而除他之外 其余队有八投锦一中 众星云集的孟十六瞬间成了Curry的独角戏 顽强的塞尔维亚人将这样的局面保持了三节 以13分的领先优势进入第四节 绝境之下 Curry一人的苦苦支撑 最终等来了LeBron和KD的爆发 三人几乎打满整个第四节 最后2分26秒 Curry胡顶位置命中反超比分的三分球 LeBron单截六篮板刺助攻 KD在最后时刻霸气示意 不要掩护 拉开单打 命中关键中投 三人各司其职 包揽了球队最后的13分 美国单截打出32比15的冲击波 实现极限翻盘 Curry全场19投12中 命中9G3分 狂砍36分8篮板 36分也成为仅次于Anthony 37分的美国南篮奥运史上 单场第二高得分 但不同的是 Curry的36分出现在淘汰赛 更何况 此战之前的四场比赛 Curry的总得分只有29分 一年之前 他用抢起50分的表现 帮助勇士迈过季后赛首轮 一年之后 他用同样的方式 拯救了濒临崩溃的美国南篮 KD谈到Curry的发挥时表示 神一般的表现 今晚上帝和他同在 比赛结束时 Curry第一时间冲向LeBron宣泄庆祝 Curry还是那个Curry 永远值得信任 最终的决赛众望所归 一边是最强球队孟十六 一边是东道主 法国南篮 他们时隔三年 再次在奥运会决赛相遇 岳老师手中的火炬 交到了玩伴Yama那里 在家乡球迷面前 这个年轻人展现了自己的血性 对位叛徒NB 狂砍26分7篮板 身边的小人物Yepsell 砍下20分 还隔着LeBron完成飞升格扣 老麦的Batton亲其所有 犹如鼎盛时期一样降低重心 全场领防 东道主拿出了最好的表现 和梦十六僵持到最后的2分50秒 仅仅落后3分 在此之后 Curry无情地终结了 法国人主场夺冠的梦想 比赛剩余2分47秒 Curry接LeBron传球 湖顶位置晃开Yepsell 3分命中 1分53秒 同样的位置 点飞跟防的Batton 赢着Decoto的扑防 3分再重 1分19秒 底线位置Booker 突分传给空位的Curry 后者连中第三季3分 最后36秒 所有人都知道Curry会出手 纵使Batton和Fournier合围 纵使球场一侧的KD和LeBron 相继举手 示意空位 但这就是Curry 他用自己最招牌的不讲理投篮 将比赛悬念杀死 于是 最后的镜头定格在晚安庆祝动作 以及无数爆头的球迷 现场的解说员更是陷入疯狂 这一场比赛属于Curry 三分钟 连续四季三分 Curry做到了逆天改命 但人们又忽略了 NBA23-24赛季的最关键球员获奖者 正是Curry 他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 仅仅两场比赛 从义无事处到得分王 Curry用NBA最顶尖的得分爆炸力 征服了Fiba赛场 AdWords不忘打趣道 他其实刚刚抵达巴黎三田 当然 除了征服Fiba之外 Curry也征服了Wambayama 决赛的失利 让这名年轻人流下了不甘的泪水 能够率领法国男篮走到最后实属不一 未来终究属于斑马 但这样的心碎时刻 是任何超级球星的必经之路 赛会的MVP归属LeBron 这名39岁的老将 打出了最极致的稳定 但不可否认Curry同样出色 而且在最关键的两场比赛 Curry成为了最伟大的英雄 赛后 LeBron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自己不会出战2028年 美国本土举办的奥运会 四年之后 LeBron43岁 Curry40岁 Cady39岁 所以这大概就是三人 在Fiba赛场的最后一五了 当夺冠的兴奋散去 美国梦之队的未来又在哪呢 从观感上来看 这件梦16多少还有点啃老的意思 LeBron Curry Cady 包揽球队得分前三不说 当球队遭遇困难时 Curry依旧只能指望老家伙们 用经验和个人能力解决问题 如果没有三人的极限发挥 最终的结果 很有可能就是另一番景象了 可想而知 当老将退聚之后 美国南南一家独大的局面 将进一步受到威胁 这其中不光有内忧 还有外患 所谓内忧 就是美国本土的年轻人 尚未达到足够的高度 上赛季 Tatum如愿拿下总冠军 但依然存在成色不足的问题 甚至Curry到现在还没弄懂 他的使用方法 新狼王Edwards 上升势透迅猛 看起来是最有希望的一位 但明眼人都能看出 他在高端局的局限 Booker是本季奥运会 表现最好的年轻人之一 但他只是证明了 自己是最好的配角 他拥有成为 孟之队主攻守的上限吗 这其实很难说 至于后卫位置的希望 Halliburton和Morand 算是最被看好的两位 但前者在本届奥运会 几乎捞不到上场时间 后者还在试图摆脱 场外阴度的困扰 此外 过去多年困扰孟之队的 两个问题 依然会长时间存在 首先就是内线的稀缺 孟16队中尚有Mb Ad和Adbio 看上去还不错的纸面阵容 但事实是 Ad四年之后 同样年满35岁了 而Mb 多少有些雇佣兵的意思 赛号他更是直言 下次奥运会有可能代表 卡麦隆出战 本届大赛 科尔在面对不同球队时 还有不同的选择 如果连Mb的和Ad都没了 他们真的能指望 206公分的Adbio 一人撑起孟之队的内线吗 再者就是进攻组织者的问题 从历届大赛的经历 一名出色的控场球员 是孟之队必不可少的取胜因素 比如2008年的Kid 2012年的Paul 2016年的Irving和Larry 本届则是LeBron 2021年算是个例 但Kid的天神下凡 又是不可复制的 对于目前美国本土的后卫线来说 受小球进攻的影响 以组织至上的传统型控卫 日渐凋零 更多的是攻击型后卫 上赛季助攻榜排名前列的 美国球员中 Helliburton和Young 类型相同 但都需要球队搭建适配的阵容 来发挥他们的传球特点 而非真正的控场大师 所以 美国本土从来不缺乏人才 缺乏的只是类型 或者说是能够决定比赛的能力 新人Flag的呼声如此之高 就是最好的证明 说完内忧再说外患 MBE的毕竟在非洲出生 所以过去六个MBA赛季的MVP球员 全都不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 上一个纯正的美国MVP 居然还是2018年的Harden 从中 我们不难看出世界篮球的进步速度 凭心而论 如今的MBA更像是海外球员唱主角的时代 像约老师 Luca SGA 字母哥等等这样的超距 仍然处在金字塔的顶端 过去两年的选秀大会 法国篮球的崛起看起来也形成了大趋势 在这种背景下 美国篮球遭受的威胁远比多年以前要大得多 他们原本最引以为傲的个人能力 现在已经算不上优势了 如果只论下线 孟之队的阵容深度仍然是断荡的存在 但如果要比上线 在Curry领前的黄金一代退出历史舞台之后 他们显然已经处于落后了 当然 移民和规划政策的宽松 同样也是美国篮球的威胁 欧洲篮坛最为典型 在非洲血统涌入之后 他们培养出的球员不仅身体能力出色 而且还融入了欧洲传统的团队风格 再者 针对特定位置的薄弱 他们可以通过规划政策 引进美籍球员进行补强 当下的情况就是 美国南篮的未来阵容轮廓尚不清晰 同时世界篮球仍然在不断进步 未来的FIFA赛场 诸侯纷争的局面势必将愈演愈烈 以上就是对Curry的奥运回顾 以及对孟之队未来走向的分析 必须承认 塞尔维亚南篮和法国南篮 虽然没能拥有童话般的结尾 但他们只是输给了神奇的Curry 这并不丢人 甚至可以说是虽败犹荣 对于Curry这个不适出的超级球星 你很难不佩服他的调整能力 在出道以来的15年中 他总是能一次又一次地打破人们的质疑 刚出道时打法和时代格格不入 后来凭借一己之力引领新的篮球潮流 2019年之后面临勇士行将崩塌的王朝 他又用三年的时间 率领球队奇迹般地重回巅峰 他的伟大之处不只是出众的篮球技艺 还有对篮球这项运动的执念 当然这句话同样适用于KD和LeBron 三个老家伙在这次奥运会倾尽全力 为美国男篮延续了荣光 同时也为他们伟大的职业生涯 添上了最后的光环 KD赢得了第四枚奥运金牌 巩固了Fiba第一人的地位 LeBron皇冠加身 成功当选奥运会MVP 而Curry用两场17季三分的个人表演 再一次证明了自己无可匹敌的投篮能力 很多人都说这届奥运会 就是三老球迷的世纪大和解 他们在这一个月的时间内 忘记彼此之间的漫长恩怨情仇 为着同一个目标而奋斗 如果三人就此退役 这将是最完美的告别 然而24-25赛季马上就要开始了 请大家享受暴风雨前的宁静吧 新一轮不死不休的护喷 马上就来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